嗨,大家好,由他州沿湖区的地产经济,王文,那很久呢,没有更新我的vlog了,就是那个生活方面的,今天呢,是周日嘛,今天我们呢,是这样子安排,现在中午了,所以呢,前两天看朋友圈里面有位朋友发的很不错,他配了27这个餐品,然后呢,他上面好像是,我看了一下菜单,是南美洲的一些食物,还非常不错,特别是有个appetizer很不错, 所以我今天呢,想去尝一下,然后呢,他是在一个,其实我们又在做好几家饭店,那我们今天要去呢,是fashion place里面的,呃,这个餐厅,然后去吃好以后呢,正好2点20呢,有个,呃,pepper pick,小猪的一个什么小孩子呢,正好顺便嘛,去了以后呢,就去看一下小猪的这个什么展,然后呢,顺便去看一下衣服什么的,给压力很大嘛,对吧,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带孩子的压力也真的是很大, 所以呢,有的是我环节压力的一种方式,就是说shopping,就是买衣服,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去的,在这个shopping mall的路上,就很期待这个,南美洲的食物感觉还不错,它里面有taco啊,什么的,你知道看到一个钱菜很喜欢,是上面有虾,好像有avocado那些东西,所以去,试一下,啊,最近这个披荆斩机的哥哥第二季又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哦, 我是昨天看的,看的很晚,然后呢,挺感慨的,那些哥都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呃,出生的一些老哥,然后呢,也看到哥哥们啊,都是基本上都保养得非常好,好像像吃了什么的,那个叫什么说呀,小猪说呢,有人说他们像吃了这个,防腐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呃, 呃,有两个哥哥看的真的是越老越有男人味,越老,怎么说啊,呃,越老越有味道啊,特别是我昨天看的像那个,呃,人嫌棋,还有杜德伟,啊,他们这种那种,我是很喜欢,很man and man,对吧,就很有男人味的那种,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小春哥,前小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那种,怎么说,他们这种身上有点,小春哥的身上特质是有点皮皮的,有点坏坏的感觉,皮皮的,就是很多,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喜欢的这种类型吧,对吧,就是每个人的菜,喜欢的菜不一样,有的喜欢那种很斯文的,带眼睛斯文的,有的喜欢那种,怎么说呢,很,长得很野蛮或怎么样,但是他这种就是很皮皮的,是吧,有点坏坏的男人,但是很,很是有那种少女啊,或者,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就很喜欢,特别是他那些歌很有代表作,像我爱的人,还有,还有什么呀, 以前去KTV的时候经常点的,呃,没那种命,对吧,都很好听,就是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唱的是这些歌很代表,呃,他们那一群年龄的群体的,然后是感觉,非常的有感觉,看的就是感觉,哎呀,我觉得,像,呃,国内的这个综艺节目,我觉得这个湖南卫视绝对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卫视,然后不管从他的节目的策划,编排,以及,呃, 一些这个舞台啊,舞台的布景啊,都是非常的,很有实力,是政治,真的是国际超,超国际的一种实力了,像我们上海台的卫视,我感觉都做不过它,呃,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创新,没有这种创新的这种,不错的idea,这种节目的idea,呃,上海台的卫视就之前什么过年,就请一些卫视的一些主持人里面,就是唱来唱去的,感觉没什么新意哦,呃, 就是说是一个比较的,local的一个那种群体,上海人看的那些,但是他们湖南卫视真的做得很不错,我感觉真的是,如果做综艺的话,真的是湖南卫视做出来的综艺,我感觉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真的是这个实力,这个做出来节目的精彩度,真的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他们这些请的那些明星啊,都是全国观众都至少都可以看的,所以说这个我真的是佩服的舞台投地的, 来啦,这家店是在Fashim Mall的,让我想一下什么位置啊,东面吧应该,东面对,好亏了二十七,我们尝一下这个,呃,今天外面好像天,有点大太阳,有点热,否则外面还是非常惬意的,所以说就只能坐里面了,外面太热了, 这就不买了,中修的还是有点美食快餐的感觉,点好了,点了两个前菜,一个呢好像是非常有梅的一个虾仁,上面有牛油果那些就是一口一个的小的,一个装这个玉米的,好像是玉米的一个, 一个,一个holder,吃热的,然后呢,有好像是卷,玉米片是这样,粘的是这样子,还有这样子,然后点了有特色一个tuckle,是鸭肉tuckle,呃,我对有说是什么法式做法不太清楚,反正我觉得它的摆盘都很好看,有点像米其林的味道, 他点了一个是给他点了一个鸡肉的,辣鸡肉,墨西哥卷,菜来了以后我们看一下吧,今天人好多,现在是中午正好12点多吃饭的时候,我看他们胡人是忙不过来了,水来了, 谢谢,谢谢 太来了,天哪,哦呦,耶耶耶耶耶,哎呦,不得了,这是虾的鸡肉 哇哦,哇哦,我的天哪,真好大 谢谢 谢谢 那是鸡吗? 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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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本来今天呢,开开心天出来的啊,带着孩子出来,然后吃个饭啊,商场乱乱,很开心,然后结果又弄得不棒而散,真的啊,所以这个男人啊,一点都不会过日子,为什么呢?拍摸比特看好,看到吗? 我说我要去HM看衣服了,他就给他买了个这样一个傻东西 这么小一个,手掌大的,14块美金,要他干嘛呀? 我真不知道买这个东西干嘛? 你看我买什么? 我买的是他这边有个精油的垫嘛,精油的垫很好,这个呢,是他要关门的,月底关门,现在这个精油呢,打2.5折挺好的,那我买了一个这个是橘子,橘子香味的啊,放在厕所里,滴两滴呢,在这个干花上,厕所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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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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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说老子老子的衣服钱的钱应该花哪里 你说你花钱你衣服买好点 集成一下你的衣品 那是值得的 我赞成的 出来走出来像模像样 穿得有点档刺 衣品好一点 衣服穿得拉里拉搭 像个穷鬼 像个讨饭瓜子的 老子给他让花钱买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是真的是很看好 看他很不顺眼 还看不过去的 没办法 今天出来呢本来是想来看一下 买衣服也没有看到什么 好看的款式 HM跟我们上海那边比也没有办法比 不知道是不是他就是说他是设计师 是不是他每个国家每个州的都衣服款式不一样呢 比如说他亚洲的话款式会比较好看 心感一点啊 美国的款式欧美就比如宽宽宽宽的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以前在上海买的一圈 真的很好看 还有款式 很有款式感觉是很别致 总是别出心裁很别致对吧 就是他的衣服会这里少一块 那里挖个洞啊 然后不对称啊 都是很好看的 那这边感觉衣服每个集结出来 感觉就都一样的 一个款式都是宽宽宽宽的 没有什么款式可言 所以我也没看中什么衣服就没买的 然后呢 因为他们喷头的时候他们看那个什么拍拍秀啊 看到我的 我说我先走了 因为他队友不要逛街的嘛 他不要逛 那我说让他抓你街 我去看看吧 然后呢 就是跟他会合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精油啊 觉得他还不错 就是看着很好奇 闻了一下 闻了几个的这个香味啊 有什么树叶的啊 大自然的 森林的啊 感觉这个是最好闻的 所以说呢 就买了这个 回去他赶紧用上 地在这个钢花上 对吧 这个可以 香气会好一点 对 就是闻上去人也会心旷心 对有落花钱啊 所以说我呢 也很不开心的 把我心情弄得很不好 所以我呢 惩罚他 买了一个这个 海盐 cold brew咖啡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还很好喝的 星巴克的 salted caramel cold brew 非常好 上面一层的海盐 就跟国内那种海盐 一模一样啊 大家觉得可以 就是什么 这个口味跟拿铁 跟什么比啊 macchiato 什么都 那些都都都没法比了 那些东西真的是 不是跟他一个级别 一个档次的感觉啊 这个东西 这个口味完全是超过那些 那那些什么拿铁什么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他还有两个form 一个叫vanilla cream 就是香草 cream 甜的 还有个chocolate cream 也是甜的 但是这个味道最好了 这个是咸的 salted caramel cold brew 这个味道是最好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